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发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宁夏银川火车站 银川火车站很大 但是火车很少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在这用固定镜头拍拍火车来回穿梭的场景 各位看火车的同时 我向各位讲述一下 我今天和一个陌生小伙吃了一顿饭 然后反目成仇 最后报警的奇葩经历 听起来剧情反转有点大 没关系 听我慢慢到来 银川今天晴转雨 我在这拍火车 没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 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从我旁边经过 他好奇的走过来问我在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在拍火车 小伙好奇心很重啊 在我旁边看着一直就不走 后来呢 雨越下越大 再加上有风 我的小伞已经招架不住了 于是就打算收摊回宾馆了 小伙子问我住哪里 我说火车站对面 他说他骑电动车送我 我说你客气了 这儿不远 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 你没带伞 也没穿雨衣 你骑车快走吧 小伙子很热情啊 拽着我的手就向电动车走去 我坐后座 我问小伙子住哪里 小伙子用手指了指向反的方向 中途我让小伙子放我下来 我自己走回去 小伙子没停 于是他带我到了我住的宾馆楼下 然后就找了一家餐厅 请他吃了个饭 期间小伙子告诉我他今年20岁 还问我保机在哪 他9月1号就要去保机 后来他提出要和我一起住 我问小伙子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他说没有 我说这我可不能答应你啊 第一 我住的是太空舱 宽度和大人床差不多 一个人还凑合 两个人就得贴墙碎了 第二 酒店方也绝不可能允许这样做 吃完饭 雨还在下 我给小伙子买了雨衣 让他穿上汽车回家 可小伙子坚持要跟我上楼 小伙子有语言障碍啊 说话口齿不清 有类似于老贪的症状 我问小伙子要他妈妈的电话 他说了一半就不说了 小伙子的异常举动 让我不敢再让他单独走了 我怕他路上出什么意外 于是只好报警 请求警察的帮助 小伙子一看我报警了 立刻骑车就要走 在警察没有到来之前 我不能让他离开吗 小伙子拨通了他妈妈的电话 于是我和他妈妈 有了以下的对话 行了行了 这回你得知道了 我手机好了 好了 你让他走赶紧回来 是吧 赶紧往回走 我现在录一个音 就是说你 你愿意让你孩子走 对吧 警察现在没到 对吧 没问题吧 好好好 先先先 那他走吧 你把雨衣穿上好不好 雨衣 我给你买的雨衣 我希望他妈妈过来接他 他妈妈说他在上班 并表示他孩子可以自己回家 于是我录了音 提醒小伙子穿上雨衣 小伙子没有穿 骑上车冲进雨中就走了 可没有走超过50米 他骑着车又回来了 嘴里说这张 我不要报警 我见他又回来了 也不再劝他回家了 过来一会儿 警察到了 做了一些询问和核实 并让小伙子联系家人 小伙子家人对警察表示 他孩子可以自己回家 在警察的劝说下 小伙子这才骑车离开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好了各位 今天的内容有点跑题了 但是我抑制不住表达欲 各位多读海涵啊